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际 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和移民潮继续成为新闻话题 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采取了不同于华盛顿的做法 落实了重新安置25000名难民的项目 特鲁多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 加拿大籍移民活动人士凯瑟琳·法雷尔解释说 我认为他指的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价值观 那就是欢迎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 所以难民群体是加拿大人长期接受的一个重要群体 我认为他想把很多公众的感受表达出来 奥巴马总统提议美国今年接收1万名叙利亚难民 但此举遇到重大政治阻力 在圣伯纳蒂诺和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 人们担忧安全 总统竞选期间 政治人物退波助澜加剧了这种担忧 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参议员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呼吁限制叙利亚难民 我在美国参议院带头抗争 以制止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 把几万叙利亚穆斯林移民带入美国的计划 为什么 因为行政当局自己也承认 无法甄别这些难民 但拉维尼亚·里蒙等为难民呼吁的人是不认同这种说法 在获准入境美国的人当中 难民是受审查最严格的 凯瑟琳·法雷尔说 加拿大也有一些反移民情绪 不过三岁男孩艾兰·库尔迪之死震撼了全国 这名小男孩淹死在土耳其海滩 当时他的家人偷渡出海 想投奔在加拿大的亲戚 我觉得这对加拿大人触动很大 他们觉得悲伤和惭愧 特鲁多总理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期间的讨论重点是贸易和气候变化 不过双方有可能谈到难民问题 奥巴马政府赞扬过加拿大欢迎叙利亚难民的政策 美国之音思维科德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扬